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那么一开始 我还是要跟所有观众朋友讲 各位注意 外资我讲得那么明白了 真拍心 甚至股票不见得会如大家的意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朋友都认为说 快要过年了啦 如果要如你的意的话 最好过年前不要涨 最好过年前最好的股票 通通都跌下来 通通都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等大家过完年了 心情安定了 这个时候来买然后大涨 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真的会这么如你的意吗 偏偏我认为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是这样的心态 偏偏外资认为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这里要过万八 如果这里过万八的话 还有接近一个月可以来标 标起来多快乐 偏偏 把你的台币一路给你打下来 把你的台币一路给你打下来 明明你还有一个月 可以好好过日子的情况之下 把你的台币给你 不断不断的给你从升值变成贬值 把你的大盘用台币 台币是最狠的武器把你打下来 让你过年前不好过 让你到最后这几天的时候 胜没几天的 好像没有信心 好像没有信心 结果一路给你拉上去 这就是外资真正的手法 所以我说过股票市场里面 你看前几天这打播下来一下 这几天故意给你卖下来 然后现在才给你用力买上去 接下来你要放假了 接下来你很想说 老师 我看你今天的标题 我又吓到了 对 真的 不是我厉害 行情好 不是我厉害 我讲的行情对了 然后一直往上拼收盘 甚至将来如果给你收个盘式 我们来打个小赌 对几个字我们来算算看 如果是18888 那时候你就真的是 你知道没有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 尤其是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成熟做手的朋友呢 今天我一开始先讲了这一段话 请你不要把什么过年前过年后 放在你的心上 请你好好的看这个行情 请你好好的看这个节目 你才真正能够未来在股票市场 有所作为 否则你只是在外资手上 被人家拿来当作玩物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 在各位看到没有 在创新高之前 稍微留下上影线 请你注意 这两天只要留下下影线的话 我方法都帮你讲出来了 我上次讲什么 我说这个高点会轮流上攻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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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很多股票去打他 果然流水理论分成三路上攻 所以这叫做飞龙在天 那么等下影线的盘 等什么 我认为是等待中国大陆 等到我第二段的时候跟各位讲 中国大陆的盘势先行稳住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又来一波 更有机会上涨本身的盘势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行情 我们用另外一句话 跟各位鼓励一下好不好 来 跟我来练一次 你说老师你在干嘛 坐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今天也不是除夕 今天也不是过年 就算你昨天晚上去阳明山追雪 你回来的时候 还是会想到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说 这档股票我给他命名 叫做龙胸虎弟好了 你说老师为什么叫龙胸虎弟呢 因为假如他涨上去的时候 很可能会有很多股票 在这几天的时候 陆陆续续的变出来 亲爱的投资朋友 等一下我会直接给你印证 五四七八的志冠 我说为什么说龙胸虎弟 很多股东加起来也是兄弟 他在那边吵吵吵 吵到最后 如果股价一路上去的时候 哥哥也赚钱了 弟弟也赚钱了 网银也赚钱了 志冠也赚钱了 龙缸也赚钱了 来帮忙也赚钱了 然后大家都赚钱了 只要股票飙上去 不就接到欢喜了吗 不就在这个地方缺口没有补回去 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好 所谓有白马骑士的资金回来 这个时候又刚好进入所谓的整个游戏仔 大家都很忙了不要吵架了 龙胸虎弟一下 是不是各位看到没有 这已经是第六支听门上来了 我98块就开始介入了 又一个新的题材 我今天要把题目倒过头来讲 不然会讲不完 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认为三路上工里面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路 除了网路 我等一下可能有机会之后再谈 除了网路跟这个所谓半导体以外 我认为手机 或者我们就说是三星手机 那是最重要的股票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本来这张要贴起来了忘记了 总而言之你看一下 我当初跟各位讲说三星手机 为什么神盾 神盾原来后面真的有神 不是神 答案就是三星 那么三星这么大的公司 把他的业务交给了神盾集团去做 所以神盾有办法做的时候 跟着把安国也带起来 跟着把这个所谓6684好了 那个看到没有 把安格也带起来 反正神盾家族就靠这个吃饭 三星很大 韩国最大的集团 三星涨韩国就涨 三星跌韩国就跌 所以各位原来这不是神 原来是有韩国人 改名叫韩盾也可以 那韩国人还有什么股票 8096的秦亚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叫你不要追高 但是没有说我不能去报 天啊第四支停板出来 第四支停板出来 然后昨天华逊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心里头有未来的胜算了 各位看到没有 华逊昨天也第二根停板 因为这第一根才刚整理的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压回来 第二根上去我心里头已经有数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连杨华都涨停 有没有发现 那这里还有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主要也是要介绍三星概念股 我就直接跟你讲 你说老师为什么三星 现在所有的手机都涨上去了 第一个 去年三星倒霉透了 三星本来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手机 但是后来中国大陆进了他的手机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包含了辉达的晶片被禁之后 就不能卖到中国大陆之后 它突然从第一名调到第十名 那个营收公布出来竟然变复数的 难看得要死 那我问你一件事 假如你是他们少主 那李少主先生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会不会想说我三星要赶快冲头来过 所以这次AI手机它冲第一名 我认为这个AI手机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复苏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如果复苏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会买AI手机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三星手机的零件 你会发现说原来一档接一档 我还只介绍一档 我手上有两档 这个翻译手机会很受欢迎的 我今天碰到一个年轻人说 这个翻译手机什么APP可以下载下来 我说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57岁 那是57岁里面接触手机很多了 去哪里下载我都没有空去问了 我干脆买一支帮我下载好的 干脆买一支都是三星可以翻译的 一出去刚好去到印尼 印尼三星最流行的打电话过去 他马上讲印尼话 我都不需要任何想法就可以过印尼 就可以到泰国 所以三星的通路是非常多的 如果它这个翻译手机 我们就像它AI翻译手机好了 大幅流行起来的话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三星又要重回全世界第一名的卖手机了 而且它做出来之后中国大陆也要做 苹果要不要做 苹果不会说我的手机只会讲英文 其他也不会讲 所以我说各位看到没有 三星零件会变成什么 龙马成群 龙马成群 所以各位发觉一件事情 那么1月18号 我说是三星手机推出来的观察日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 我必须要这么说 可能6462的神盾在这个地方 会出现一定的停顿 的确前面都是标涨停板 那这边就慢慢涨 比较正常 看起来比较正常的 总之它会出现一个速度上的一个转折 那么它推出来之后可以发生什么事 它有新助理 它可以文声图 图声文 它可以帮你写报告 写电子邮件最重要是可以直接的多语言翻译 终于我告诉你这个答案说 原来神盾后面不是神啊 是神盾神啊 我告诉神啊 你肯定在去什么挖沟 到底是土地公帮忙还是官公帮忙 不是 是三星帮的忙 它每一个单价是5块钱 指纹感测原件 它卖了15000 1500万只的时候 那么贡献它7块到8块 那现在是打对折 现在看起来 试况我们看起来比原先要更好 所以我也现在也跑去订了一支啊 我也跑去订了一支啊 我想说老实说一件事 不要说我太太的英文不太好 那给她用知道吗 各位看到没有 同样的这个646的神盾不用看吧 反正646的神盾就从这里刷上去了 对不对 然后秦亚在这里嘛 都同一天同一个时间跟各位写的报告 这都是股市现场 所以这都不会跟各位乱讲 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写的报告 各位看到没有 来 手机翻译必备零件 手机翻译 翻译你讲它总要听话 你不能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很多音讯经验满烂的 你跟他讲说黄敬哲 他可能写的字都全部是错的 他可能写的郭敬 可能写的皇帝的皇啊 你现在要越来越精准啊 能够清楚地辨别各个国家的语言 甚至像我这种可能有点烧瞎的 他也要能够听得清楚啊 所以之前各位看到 尤其是我说秦亚才是真正三星手机 最明显的代表 因为它的高阶 这个这个这个来 来翻译一下 来高阶CIS影像感测器 它本来就是只有供应三星 没有供应别人啊 它本来就是在台湾收集 这些高阶CIS感测器 供应给三星的啊 所以它是最标准的三星概念股啊 最标准的三星概念股啊 那么神盾还不太算 神盾还是最近才去参加的啊 那杨华呢 杨华也是标准三星概念股啊 也是标准三星概念股啊 恭喜啊 我们会员今天又攻涨停啊 你看这个时候还没涨停啊 后面锁起来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来 那我们就现在就做到今天 我们就收工好不好 你可能说好是不是 我们大家一起去日本旅游好不好 这都很好 躺着就会赚钱好不好 不可能啦 你去日本旅游 你不买股票 你不会赚钱的 你出国旅游 不动手 你不会赚钱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三星做完手机之后 大陆要不要做 我一直跟你讲 手机大过PC 手机大过PC 手机换的速度会很快 尤其是翻译手机 大陆做完之后 请问苹果要不要做 我们华硕要不要做 华硕好像还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在这里面 它翻译也要需要 很大的资料库 华硕有做一支 有做一支AI手机 但是就是我跟各位讲的嘛 不是这样讲 华硕会骂我啊 反正就是 他用的是一种商用的用途啦 什么可以帮你在这个会议的时候 什么清洗杂音什么 我搞不清楚啊 反正那个听起来 那个用途都没那么广 但是这件事呢 我走到罗浮宫 走到法国罗浮宫 要求我不会讲法文 讲一下嘛 我想买个东西 不会讲德文 全世界这么多语言 所以我说这个将来会龙马成群啊 你一定要有龙孝九天的精神 你一定要展开你所谓 非龙在天的精神 现在龙分三路上攻了啦 那这两条大龙呢 随时当扶兵 要攻一万八的时候就出来 所以你不用管他啊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因为今年是龙年啊 财富要像龙一样 那么龙来这些最好啊 我在这边再次的鼓励大家 我很少这么用力的鼓励大家 因为我知道你的精神上面 正在松懈当中啊 指挥官一定要给各位力量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这个三星零组件 手机零组件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要有精神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连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顾黄老师 您新年新希望 把握年前资金行情 掌握景气循环 岁末感恩大回馈 惠奇农历年后起散 让您带着满满的红包过年 岁末感恩专案 请您立刻拨打 02 2781 0909 盲盲古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运达头顾黄老师 28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ISI九大要领 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机会 黄老师 唯一投资自负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头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如果你发现有朋友在吸毒 请不要立即推开他 这可能是向你求救的讯号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从环境改变开始 摆脱毒品诱惑 真正能带来长期幸福感的 是旅游 培养兴趣 人际相处 这也是我们能与身边亲友 一同创造的 吸毒不仅犯法更伤身 拒绝毒品才是解方 那么电子股最怕就是没有新产品 没有新产品的话 全世界两家公司 所以现在一直还在跌 一家叫做什么 一家叫特斯拉 电动车到处都有了 只有哪里没有 和欢山上面没有 没有充电桩 所以大家去追雪 你就追一半 只要乖乖的下来了 那美国现在 那么很多州都在下大雪 现在特斯拉头头头 所以没有新产品 基本上往下掉 那还有谁 苹果啊 苹果做来做去 就还是那个手机 iPhone iPhone 10到iPhone 16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分别了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大涨 没有啊 结果今年只有苹果 你说老师我做股票 为什么都没有赚钱 你就做到苹果了 你就做到什么 做到特斯拉概念股 这个方向就是大错特错了 对吧 就做到特斯拉概念股 这个方向就是错了嘛 做到方向 做到特斯拉概念股 当然没有赚钱 你看虚无跌成这样子 那今年新的东西在什么地方 摔得最惨的爬得最快 为什么三星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三星爬得最快 很简单 三星本来手机就太多了 所以去年的低价销售 尽量卖尽量便宜啊 苹果不会啊 苹果我还卖得好好的啊 所以三星把库存卖光了 我全部做新的啊 做新的呢 连公司都找新的 找台湾的神盾合作 所以台湾神盾后面原来真的有神啊 知道吗 叫三星嘛 找台湾你看这个秦雅 哇 这股票简直是 怎么可能从十块涨到二十五块钱啊 平常躺在地上你看一下 你看前几年在干什么 前几年在干什么 前几年都在十块以下 怎么突然之间飙起来了 所以我说过这叫做真的有神嘛 接下来华讯接下来杨华嘛 接下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三星的手机现在呢第一个 以前你骂他说人家有Siri 你看我现在也有叫做Bixby看到没有 那同样的 你的我的比你的Siri还厉害 我还可以画图啊 还可以写文案啊 还可以写电子邮件啊 而且直接可以多语言翻译啊 你Siri你只能讲那个他回答那个话 他不会讲中文回答英文啊 我们这个可以讲中文回答英文 讲中文传英文出去 而且是及时的哦 我们一般的翻译机是拿起来说 哈喽买的安心抱的放心 买的开开心心 OK Buy Hold and sell 大概就是听到这些情况 你要等一段 他不是他是直接 而且是直接 没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吗 照了Siri讲话了 什么Siri讲话了 他还蛮敏感的 各位注意一下下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助理里面 相关重要的一个功能 还真的Siri讲话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啊 我帮各位所找的东西 从以前我帮各位找苹果概念股 从以前我帮各位找苹果概念股 那很多年的事不是现在了 各位看到没有 还有我跟你讲说 2317的红海 我说从哪里 从这里开始呢 请你记得一件事 这里就是iPhone什么 有那个脸部辨识 那个超级难做 iPhone从110 我就可以讲尽量不要再买了 结果红海也开始掉下来 红海后来跑去做手机 总之也有总之 手机我是非常懂 麻烦各位 请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那你来找我干嘛呢 上车点下车点嘛 好我也跟你讲 来我今天卖了一支股票 好不好 我今天卖了一支 但是涨了两支停板照常赚 对不对 那之前我卖了什么 我当然现在还要太弱留强啊 之前我带 有没有带你卖红基 有没有带你卖蓝天 有没有带你卖精英 这些通通都卖掉对不对 这些通通都卖掉 是不是就有钱了 有钱买什么 有钱去买秦亚 有钱去买什么 有钱去买神盾 有钱去买什么 有钱去买现在 所谓的这个秦亚神盾 还有包含的这些 这些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手机相关的零组件 我说手机大过PC啊 为什么 你去看这个CES的电脑展的时候 发现说这些PC呢 想了一大堆的方法 什么方法 来 例如说像这个红基 他说他拍一张照片 可以变成很多角度 反正我也没那么帅 我拍那个干嘛 例如说像某一家公司 他说我在这个 跟这个远端会议的时候 可以变换他的场景 变换场景我还是要开会啊 我变换场景还是要跟你讲股票啊 你说这里突然间从 从这个橘色变成粉红色 再变成蓝色 有意义吗 所以那些都没有讲到重点 但是讲到三星的翻译手机的时候 我整个就来了 就一看 还是神盾来的报告啊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原来神盾就是靠这个赚起来的 看到没有 所以什么事情一定有原因 你来找我就是要把这个原因弄清楚 你才敢买啊 打入三星Galaxy 24 就是所谓机房手机了 指纹感测辨识系统啊 那么单价五美金啊 传闻是独家供应 那么估计上半年销售1500万支 这个时候我还是很保守 我说这个不晓得好不好卖 因为当时我认为说这支手机啊 我唯一可能认为说 我稍微判断错误一点点 我说可能要卖五万多到六万 要AI又要折叠 这很贵的 结果有AI没有折叠 卖多少卖四万亿 可以接受耶 公布出来的时候 18号公布出来四万亿 我说这个可以接受喔 这个可以接受喔 所以我说过它不会拉回 也不会大跌喔 这可以接受 四万亿可不可以 刚才那支苹果也差不多这个钱啊 所以可以接受啊 你要去看 所以你来找我就是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帮你检查 检查什么 检查到底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啊 那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2353的红基到了第二期了 你就知道它要回档啦 你就知道它要回档 而且我还带你避开啦 3231的伪创到了第二期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它要回档啦 第一期怎样 第一期产品推出功能欠缺嘛 或市场不喜欢嘛 开玩笑180万一个晶片 谁买得下去啊 开玩笑300多万的一台伺服器 你叫我老板买进去 我也都不舍得他去买啦 对不对 你以为大AI电视台用的是 那个300多万的啊 用到300多万的话 我跟你讲那你捐的钱白花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等到这个时候 原来这晶片降到剩70万 或是我们只要选择电视台适用的 30万 20万的那种晶片就可以 那么等到辉达降规之后 基本上它就有机会了嘛 辉达降规之后 那于是它就进入第三期啊 第二期的时候会整个拉回 你看注意股价回档 所以只有教学啊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重要机构啊 太空机构啊 还是国防机构还在使用啊 第三期的话 全面换机的情况就来了 所以不管是AIPC或AI伺服器 AI手机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手机就有点进入这个情况 甚至伺服器就进入这个情况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新闻出来 哇 伪创的业绩大好啊 哇 美超为业绩大好啊 所以美超为到现在还在涨耶 你看到没有 今天其实啊 这边也在大涨啊 我没有时间去讲它 因为今天这个股票 真真的没时间去买它了 我们规定要买几档 买五档 都超过了啊 对不对 都超过了啊 都没时间去讲它 但是你看今天网络也上来了 电我讲过啦 散热我也讲过啦 这个昨天我跟你报告的股票 是网络网 那还有这一档呢 对不对 那各位看一下 中国的手机啊 早就卖到缺货 第一次试的时候就卖到缺货 那只是扫描文件而已哦 那只是把文件扫过去之后呢 它本来用手写的 他们有一个方法是用手写的 你要知道中国字写起来很乱 对不对 扫完之后就变成硬了 这个很厉害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它说生成性手机 如果再继续做下去的话 比元宇宙跟区块略那个力量还更大 所以这些股票 好的我都还留下来 什么叫好的 就是一定派得上用场的 散热型的对不对 继续留下来 你说老师 对啦 好让你看 我都不怕你知道 你看他没有 伪创 我就生了跟你拼尾牙 我告诉你 我就生了给你拼尾牙 你说老师 尾影今天拉回来 卖一半好不好 可不可以 卖一半这话 全部卖好不好 可不可以 川湖呢 继续留下来 琴雅呢 哇 龙分三路上宫啊 而且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说上就上 绝对都不跟你迟疑啊 来看一下 龙马成群啊 三星零组舰 打完底部 那么请各位 一定要好好把握 甚至呢 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还要继续写下这个 所谓的飞龙传奇啊 各位看到没有 天龙八部好了 叫它天龙八部啊 我现在还写了四部而已啊 说不定写成神龙十八掌 我跟各位讲喔 所以各位要好好努力 国家市场里面 还是回到这句话 准备好每一天 先准备好的人 永远就是成功的人 如果你要现在开始 一直放到过年 你的事我不管 你想不想赚钱 由你做决定 但是我的会员 还有你愿意跟上我的人 我管 从现在开始拼过年 过年之后当然还有行情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这就是所谓标准的天龙八部 神龙十八掌的行情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掌铃 掌铃 再掌铃 我们等您电话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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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骑自走 好 这间差不多了 是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回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座车了 你累了吗 保利达 保利达 满牛 精力充沛 保利达 满牛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路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像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或推介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运达投顾黄老师 年轻年新希望 把握年前资金行情 掌握景气循环 岁末感恩大回馈 惠奇农历年后起散 让您带着满满的红包过年 岁末感恩专案 请您立刻拨打 02-2781-0909 茫茫古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运达投顾黄老师 28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ISI九大要领 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报复的机会 黄老师唯一投资自负专线 02-2781-09